詞曲 李宗盛 好 謝謝李宗盛 今天是跟我一起說一句 他就是因為受命 然後來介紹佛麗教授 不過這也是我的Great Honor 去介紹佛麗教授 是因為我們花了很久的時間 然後就不提到他 我先講一下 其實我相信在這邊 每一個人都是在做很好的表演 所以我發現我們每一個都做得很認真 可是似乎有很多的東西 其實是會面對上很多的問題 其實這是一個欺負多人的樣子 那我相信接觸到佛麗教授的研究以後 才發現很好 這真的就是我想要聽著 在蠻蟲的食物之下 然後可以從民宿的地方回答 所以我覺得蠻蟲上面 或者大家都能達到蠻蟲的問題這樣子 那佛麗教授呢 他現場是我也曾經當佛麗教授 但是大家看一下 他也是附身的兒科病房的病房 病房與急急的病房間對於病房 那他也跟葛教授聊了一下 其實我覺得可以知道說 他花了很多時間在民宝 然後花很多時間 在這間的女家還生效 那還有包括說 他之前是也在台北市 就是自己的公共的展規 所以也跟很多的親醫師 也付了一些聯繫 那他後來是到美國 有一個中一大學 可以留成分校 然後後來再來到其他大學 那另外時間會多了 所以我想如果經常的一些聯繫 而且是台灣有很多的資料 那我覺得看到這一個 其實能夠來很多 也還有很多的資料 那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有益 在這一個國務廣告的地方呈現 那我們就掌聲歡迎 葛教授 葛教授 房秘院長 執行長 民俗長 Stickridge Guest 我是博文英好 我是從我們跟大家來的 那很高興就是有這個機會 能夠來這邊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我這些年來 在耳末研究上的一些發現 那因為之前梁醫師邀請我的時候 就是討論了一下 就是到底要講些什麼 我在耳末的這一塊領域裡面 其實大概有二十幾年了 那從我自己在當床頭理師開始 就是我覺得是個緣分 就是碰到一些耳末的個案 後來就是到了資料 那就是在那種 大家還不太了解這個個案 這些個案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當時候就覺得就是 一定要有人幫他們做一些事 一定要有人幫他們發生 那於是我就傻夫夫的 就進入了這個領域裡面 然後當然也遇到很多的 實際上的困難 那其實我要Echo就是早上就是 特別是Hoben他的一個就是Talk 他就講到說就是其實很多的一些食物 都必須要建立在食證上面 那我就問過梁醫師那我大概知道 把他們談了一些什麼 所以我想利用這個時間 因為我知道大家也累了也餓了 那我想要利用這個時間 就是以我自己三個研究 就是來講一些台灣的EBDMI 的一個Picture of Child Maltreatment 那是本土的 然後呢到底國外的是這樣 全世界是這樣 那我們這裡又是怎麼樣 那因為呢 我覺得就是一個就是仔細設計的一個研究 才可以告訴我們很多事情 但當我們聽到這些這些數字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有準備好要要接受 那這個是WHO的一個 他們在2016年的時候報告在講說 各個不一樣的一個就是對於額虐 或者是說我們剛剛在講AIDS 就是所謂的童年逆境 那不同類型的虐待或逆境 對於額哨的影響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但是呢 他不太一樣裡面有一些是很類似的 那加種起來 而且他是加種起來的 就是說複雜性的虐待也好 或者是他表現他是有加成的 越多經濟越多的 他就會經濟這麼多 那我們大概比較了解的 就是我因為剛剛梁師說的 就是我在於急症 然後同時也是我們額保消毒的 就是如果呢 身體虐待的當然就是很直接 他就是一個身體的傷害啦 殘障啦甚至死亡 但是有更多更多的就是說 他如果當時候沒有沒有死亡 存活下來的 那之後還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那近些年來呢 那因為就是剛剛講 所謂的基因表現學也好 或者是說就是一些生物學 對暴力輸入學的了解 那我們知道說這樣子的暴力的累積 那事實上也會造成所謂的 染色體蹲力的一個就是影響 然後讓這些孩子長大以後 他就容易因為免疫或者是基因 或者是各種的反應 然後造成他們其他的健康的傷害 那這一些呢都是我們很想知道 就是到底在哪一個環節裡面 我們可以先我們可以幫忙他們 那這些的問題 這些的struggle 其實他最根本最根本的都是 他受到的一些創傷 跟他沒有辦法被滿足的一些需求 當然我不是在說 你經歷了每一個逆境 他都會一定造成trauma 因為人其實還是有不原理的 但是呢有很多逆境 他本身有一些狀況的話 如果沒有在及時發育的時候 他其實就會衍生出 後面剛剛就是前一個study 也在講到說 如果你減少了10%的一個abuse 那你就可以就是減低 他剛剛說的 31年的depression of treatment 所以就是在什麼時候 當我們所謂的臨床照顧者 或就是食物工作者碰到他們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那因為呢 剛剛就是Professor Holman 來講說 其實我們所知道的一個 實際上的數字其實非常的有限 那即便全世界呈現出來的 WHO做出來的 也都是我們有一定的一個資料的 那所以呢 這些年來大家就覺得說 除了這些以外 那Self-Report 他其實告訴你的資料 跟官方的資料到底哪裡有比較可惜 那後來我們發現這些年來 然後許多的文獻裡面告訴你說 他自己告訴你Self-Report的data 其實事實上是遠遠大過官方的data 而且呢 他事實上有很多是你必須要去做 你必須要去執行的 我這些 大概講一些小故事喔 就是我自己這些年來碰到的孩子 那加上我現在在學校的關係 其實我經常碰到 可能因為我做這個主題 經常有孩子就會來迫獲我 然後呢 他們告訴我很多他們的小時候的故事 那當然有一些我可以救得起來的 有一些我真的救不起來的 那一些孩子呢 的數字都不在這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 其實有多少 有多少是沒有說出來的數字 那這個是一個就是Meta Analysis 就是他們分析了大概就是38篇的文章 然後跨越96個文章 然後發現說這個比例 亞洲事實上也是還滿高的 那他們依這個study的一個result 他們project說 就是說全世界有大於1 billion的children 就是大於billion是多少 就是10億嘛 10億的孩子 其實大概都是有經歷這樣子的一個傷害 那是大於一半以上的孩子 那也有study 就他們統整下來就發現說 cell report的事實上大於official data 在physical abuse是75倍 然後在sexual abuse是大於30倍 這些都是值得很值得我們檢聽的 那這個是我們在台灣官方 可以看得到的一個資料 就是這是舉報的 剛剛就是林市長就說 我們大概是他說 他說他覺得有一些是就是誤報啦 或者是說沒有那麼的 他說大概33000左右是stable的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 substantial的 就是說我們成案的 也是逐年在下降 那我不曉得哪一個數字才是真正的 所以說其實我們的通報的是民國82年 在1993年的時候開始有mendant reporting law 然後當時是1400個 那逐年逐年就是我這裡面發生很多事情都值得我們檢討 但也不是今天我們的talking 到底是大家awareness真高呢 還是是說就是真的變多了 還是說我們這裡面社工他們的就是 這裡面的discritancy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但今天我應該沒有時間看 可是大家可以看看就這一些 我們這一些沒有進到系統的 那他回到社區之後 他又發生了哪些的事情 所以是很值得我們去看 那接下來就是我大概就是講一下 就是我的我的研究的發現 那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剛剛那個表格 就是我們通報的數字員 約多可是真正的就是台灣青少年 到底稍微的哪些 他自己告訴你說他經歷了哪些的一個歷程 然後他發生的哪些是到底有了多少 所以這是我2015年發表的一篇文章 那就是在講說不同的一個能力的形態 那就是在台灣的狀態是怎樣 那剛剛就是有講到就是說 事實上就是representative 非常重要 所以我那時候抽樣的時候 大概也去看一下就是台灣的北中南東 那包含離島的部分 因為我也希望可以抽到 但是我的sample沒有完全按照這個 是因為我覺得離島還有東岸 實際上他很少 如果真的按照這個proportion來抽的話 那他就很可能會被我 miss 掉 但是我還是有考量這個 所以當後來等到我收完案之後 我有做了一些統計 讓他回去就是回去represent的那個原來的data 比較接近原本的一個狀態 那我那時候用的一個tool 是那個如果我在做 如果我在參加一些國際會議 大概會不會陌生 就是ISCAM 那個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prevention chard abuse and neglect 這個society 他們就是發展了一個tool 那叫ICAST 那這是用在家裡的一個tool 那總共包含了就是36題 然後有五種不同的一個形式 那包含就是暴力護露 還有心理虐待 然後身體性虐待跟疏忽 各個不同的item 那他的coding就是我們算的是過去一年 還有就是他的lifetime 那當然還有算說他是不是有大於 一種四種或七種的poly deconization 那這些孩子呢就是我收到的大概是 平均是14.5歲 然後其中原住女兒百分之八 還有百分之九 然後男女大概還蠻平均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我剛說完這個案的時候 我幾乎不敢去發表 我覺得這實在太可怕了 就是剛跟大家所講的話 也不是我自己講的話 就是這種兔子我很害怕 我其實很怕大家來說 到底是怎麼回事 可是我後來又覺得說 我既然說問了這些孩子 這些孩子不願意去告訴我 那我是不是應該就要具實的來講說 這就是他們告訴我的 不管那個tool我是多麼 sensitive 那我們都不應該讓孩子 遭受到任何一種不當的虧待 所以後來就是 我們也是把它寫出來 那剛剛說有五種縫 那他平均就是有2.9的 2.9的一個形態 那就是poly的一個次數 也是有7.4重縫 重縫有36點 那我其實也有看Gender 不過我們今天應該也有空看Gender 大家看一下說 最常被report的人是virus exposure 然後是psychological abuse 那你過來的是48.9 然後physical 本來是比較少的 算是6.3 然後sexual是5 但是sexual abuse是15.0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這邊就是 他們在過去一年 因為這些都是teenager 所以過去一年事實上發生的東西 發生的頻率還是滿高的 就是在sexual abuse的部分 那一個我大概簡短的說 就是說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那我剛剛沒有給大家看不好意思 我這裡有一些預設的一些那個是 譬如說我覺得是比較嚴重 而且可能會威脅生命的 譬如說有一些孩子他就report的 就是他有被拿刀或槍威脅過 等等這一些還有 譬如說他有曾經威脅就要殺了他 或者是要傷害他的這一些 事實上還有一些其他的item 那我大概也沒有時間可以跟大家報告 可是從剛剛那個report 就可以看到說 兒女兒或兒童遭受不當對待 在台灣非常地prevent 是很多很多的人都有 很多的孩子都都有這樣的一個經驗 而且甚至有一些很嚴重 甚至會致死的一些情況 都是有發生的 那我相信如果說大家也覺得 因為其實真的很多都question 我說是不是這孩子亂起 那我想說如果即便有一兩個孩子 但是有這麼多的孩子都告訴你了 我們大人還是不定嗎 那這裡面呢 我的研究裡面也發現說 其實不只是女性 那男性 事實上也是sexual boost 的一個 subject 那他只是這個社會有沒有允許他講 那當然我的這個研究他是命名的 所以當時候我相信他們比較多可以 考慮的我來洗 那第二個study是我跟才大家合作的 就是我們後來因為前面的那個study 後來我們覺得說這個發表人數太大了 而且包含就是像S study 還有一些其他study 我們發現說其實這一些童年 受到的這一些傷害呢 他事實上對孩子的健康 自己的心理的健康 身體的健康也都是很重要的 可是我們除了沒有成人的以外 那更不用說是小孩的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就是 那個台大兒童家庭 我已經忘記那個foundation 就是我們就做了一個這樣的study 現在是他是一個 longitudinal study 那現在已經在第三波的時候 那我這個study是第1波的 也就是說孩子在10歲的時候 我們就瘦了 那這個我們當時也是希望可以representing 不過這個是我們是收 只有收本島的 那本島的各個縣市 就是除了一島以外 各個縣市我們都去 就是resence a lot 然後呢去邀請 那最後就是收了6233個學生 10到11歲四年級的學生 然後就從310個小學來測的 那這個major呢就是我們總共7個type 那裡面除了剛剛所講的那個以外 還有婦女 那還有所謂的就是父母親之間的domestic violence 還有就是community violence 我們都有測 那另外呢我們也測他當時候 有哪一些的健康問題 那這些健康問題呢 都是一些需要去看醫師的 就是說不是那一些 我們覺得就是 只是他覺得不太舒服 因為有一些 有一些量表他們在測說 你自己覺得你的健康情況是怎麼樣 那我們問的這一些是 他有沒有在看醫師 那有沒有這樣的一個疾病 那包含就是另外還有兩句 就是用鹽跟用酒 那這是我們的一個結果 就是說除了我剛剛那個 我覺得我自己的研究 第一個研究2015年 那個研究很高以外 這個study又再一次印證 就是其實真的是很高 即便是不同的population 那不同的一個抽樣 但是我們都是就是 就是盡量是能夠re-resented to Taiwan 那所以都是這麼的高 那這裡面的booling是最高的 是70.95% 那接下來是thesco-neglect 事實上neglect 雖然是一個長期被neglect的問題 然後但除了neglect以外 psychological abuse也相當的高 然後呢 這裡面就是有很多種type的 就是大概完全沒有經歷的也是10.7% 事實上跟我前面剛剛那個報告 事實上是還滿一致的 那經歷的就是累積下來的這一些的數目 給大家做個參考 這個字流言太小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唱到 那因為呢他才10歲 所以有很多的問題 其實他都還顯現不出來 但是呢就即便他是10歲 他顯現不出來呢 我們也能發現說他都有達到統計上的意義 那我們現在其實已經追了第二波跟第三波 那等到第二波第三波出來的data 那如果有幾位分析的話 再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即便是同一個年齡 那個時候那他有這些經歷呢 雖然thesco-neglect不是很強 可是他也都有達到統計上的意義 那最後呢 這個研究是我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population 是我想要知道說 剛剛其實在前面講說 除了在身體或心理的健康以外 那還有一些所謂的犯罪行為 那這個研究是我另外一個科技部的企劃 是在做說到底這些同年的這些經歷 是不是真的會影響到這些青少年 他involved with justice system 所以呢 當時候我又做了一個 也是算蠻大型的研究 因為我覺得台灣需要有這些data 才能夠跟其他國家的就是做交流 就是很重要 那不管他多痛 就是還是要去做好 所以當時候我就是想要來了解說 這整個兒童童年逆境 就是說他們包含 family risk factors 還有兒童虐待 那到底是不是跟他青少年會青少年犯罪 有沒有什麼樣的相關 現在就是要很小心有那個字 就是避免其私 那就是說其實是在我們就是 那所以我做一個case control study 那case呢 我的case就是說 這些青少年呢 他曾經犯了少年世間主義法 或兒童級少年性交易防治條例 那我就把他收入收進來 而且我想要做一個是算是instance的 所以我只有收最近一年的 其實我事實上是收了全部啦 但近來分析的只有是new case 那new case裡面呢 就是有349個 我們從5個就是矯正機構裡面 收來的個案 那其實我除了做這個壓器 我還有做執行的執行 也就是我們有訪談那些孩子 但我們今天大概也就不講那個部分 那這349個個案呢 我們就match 就是control 那大概是就是在統計上 3比1到4比1其實就大概是足夠 可以來那個power是足夠的 所以我們就是三個control match 一個case 然後match他的就配對 配對他的年紀 性別 還有他居住的地方 那我們就從就是這些孩子裡面 他的居住所 然後他的高中 然後去選出來 那最後就是1比3的一個比例 來看說到底這裡面 發生了哪些的事情 那這個data我覺得相當的有趣 這個case組就是那些算最輕少人裡面 然後control是我們的那個就是高中生 那這裡面呢 這些demographic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case組裡面 爸爸媽媽還住在一起的 非常的少 只有3分之1而已 相對於就是control組的這些 那另外呢 那個教育程度也是差很大 就是說我們現在已經9年 國教很久了嘛 現在高到12年國教了 但是呢 他們有一半 有一半的媽媽 其實這些孩子都才十幾二十歲嘛 所以大家可以推論一下 他們爸媽 這些年紀也沒有很大 那但是這裡就只有一半的人 他們是他們還只是出動畢業 活動畢業而已 那媽媽爸爸也是 那另外呢 這邊我也是很想要指出來的 就是這個是原民跟新移民的比例 那我今天早上還特別再去查一下 就是內政庫裡面 我不曉得大家知不知道 我們的原民跟新移民的比例 我們的原民大概是 就是如果沒記錯的話 應該是2.4% 然後呢 新移民的話是3.1% 就是去年的一個data 應該是今年 然後講28年的 那所以他們 我們在control裡面 事實上是比較close的 就接近 接近那個數字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說 在這裡面 其實原民的比例是非常的高的 原住民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那我們以前都一直想說 新移民是不是也是一個問題 可是在這裡看起來 其實新移民並沒有 並沒有是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困境 那也許有可能我們這些年來 其實我在思考說 我們這些年來在政府 那給新移民的一個政策跟幫忙 事實上還比給原住民的幫忙 還要多 那是不是就是這個部分 其實也是可以讓我們大家去思考 看他有20% CAS組也有20%是原住民 那當然低收入庫是我們經常在討論的 那這裡面呢 CAS組裡面就是我們問他說 他以前有沒有曾經就是 在就是 Child Contention Service 被照顧過 那在CAS組裡面有四分之一 然後control當然就是小於1% 那我不曉得大家覺得這個四分之一是多還是少 我只是覺得說這裡面如果我剛剛他 report 有這麼的高的話 到底我們有多少在他還小的時候就幫忙過他 這個是我不想在這邊說是一個 Stigma 而是我們到底有多少的資源幫忙過這些孩子 其實只有十分之一 那當然也是說因為他們有這些 那所以可能呢就是 就是也造成了他們今天有可能會就是 Involved with Juvenile Justice 那這裡面的診斷相關的診斷 我大概只有簡單的問了幾個而已 就是憂鬱症啊 還有就是波動跟血清障礙 那這裡可以看到很明顯的 血清障礙是有顯著的 可是我覺得他差不大 就是2.1%跟今年期 那depression的話 他就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差別 那當然就是在政策上 我們一天是思考說在 究竟在矯正系統裡面 我們有多少的精神衛生可以協助他們 那還是這些孩子只是在那裡就是給藥 然後其他的部分 那孩子的一個精神狀態 跟成人的這個部分 事實上照顧上我覺得會差很大 但是我們有沒有一個專門的兒心 或者是兒心醫師也好 或兒心護理師也好 有沒有人在那邊幫忙他們 那這個呢是他們的兒時的 逆境裡面的關於家屬的 過去的一些history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這是Case組 這是Control 可以看得到說 那這些Case組 這些關於青少年呢 他們的家屬裡面有人 有depression或是suicidation的人 也蠻多的 然後Alcohol就是更是38.2% 相對於10.3% 那用藥的也很多 用毒的然後毒品的使用 然後還有就是曾經被就是也是Evibus 司法系統的也很多 這個差距都非常非常的大 那也可以整體來說 其實這些孩子就是長在一個 私工人的家庭 然後這整個過程中也沒有被我們 給接起來或者是接起來又放下了 我也不知道 然後但是他們就最後就進到這個系統 那我知道我們最近剛剛修法 希望就是說就是 少年的這個教育系統 可以以教育的方式來對待他們 比較不是以就是犯罪的這個部分去而扣去 那這裡也可以 這裡主要是在講說 就是他們的經歷 那每一個每一項 除了就是Poly的這個小的部分以外 這一些個案呢 他們在他們的兒時的 這些不當對待的經驗 也都明顯大過 大過控制而出 那所以呢 跟這些一般的青少年比較起來 這些case 他們其實事實上 這五種形態都經歷的比較多 那即便是我控制了他們 那就是剛剛的各種marital status 像單親就是沒有住在一起 單親或者是教育程度 還有包含剛剛那些家庭的 就是爸爸媽媽的history 那就是這一些青少年 有history or child treatment 還是有3.05倍的機率 會變成是一個少年患者 那我講了三拼研究 那到底就是這一些數字 後面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看到這些數字 告訴我們什麼 然後他經歷了這一些不同的 面帶形式又是什麼 那這是我剛剛在一開始的時候 給大家看的 然後因為我那幾個study 大概就是在2009到2014 所以就這一塊 因為我們目前政府的資料呢 他們在通報檔裡面是沒有分類型的 但他們如果是懲案的 他們就會分類型 那分類型呢 他們也不會只有單一的 因為一個孩子經常都是 我剛剛講多重嘛 所以他可能都是有身體虐待 也有可能有精神虐待 那我就現有的東西 我做了一個圖表 這個沒有沒有相對等 這個是用我們報的 就是塵案的個案數 然後處理我們總兒童人口數 然後這個是他們 他們自己self report 說他們有多少的一個比例 那大家可以很明顯看出來 我們塵案的 就是身體虐待 遠遠大過其他的 即便這裡面有overluck 那他還是遠遠大過 可是呢 這些孩子告訴我們的 很多都是 psychological abuse 這個個案 那這些孩子呢 他們如果沒有在第一個時間 我不是在說身體虐待不重要 因為身體虐待 我在醫院也看了非常的多 很多孩子在第一時間 就沒有了機會 尤其像那些 所謂的 abuse 和 trauma 的個案 他們就是沒有機會 那些所謂的神經傷害 或者是死亡 當然更沒有機會 然後殘障 這些等等的以外 我不是說他們不重要 他們也很重要 那另外這一群呢 這一群他又告訴了我們什麼 那因為我剛剛說 我在學校裡面 我經常有很多的孩子 來告訴我 那這一些呢 怎麼樣影響到 他們後來生病 我不知道帶了多少孩子 去看精神科醫師 那我也有很心痛 沒有就是 我都已經帶到 帶到精神科醫師 我覺得我已經算是 所有老師裡面資源很多的 但是這孩子 最後還是 還是沒有救回來的 就是還是有結束自己生命的 那這一些都是很痛的事情 那他們很多都是 從小就被否定 從小就是沒有被 自己的爸爸媽媽肯定 然後覺得自己根本就是 不應該被生下來的 然後他是所有的人裡面呢 對自己最嚴格的一個人 那到最後他沒有辦法 好像也沒有辦法再處理下去 我覺得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但是現在如果呈現在這裡 就是我們是個成人 還有是個專業人士 那究竟我們能不能停下去 能不能接受他們 然後這個問題是不是 也需要有更多的一個關注 所以我這邊要講的是說 有這麼多不同類型的 面帶跟束縛的一個樣貌 那到底哪一個資料庫 是最接近現實的 那你到你面前的個案 你是不是可以完全的接受的 然後提供他資料 我其實碰過很多專業人士 我我們在討論個案的狀況的時候 他們都會說怎麼可能呢 他是不是自己幻想的 這樣的人還是有大有人在 就是所以就是 我常常也覺得很可惜 但是到底哪一個是 最貼近的真實 最貼近現實的 是我們可以去理解的 那要知道的是 每一個看得見的虐待 其實都有看不見的疏忽存在 所以你看到的這一些東西 你事實上同時要去評估 各種不同類型的一個創傷 然後我們其實 我覺得在做大多十五工作者 都知道這些孩子 他們用了很多不當的行為也好 或者是你覺得很頭痛的 那常常你問他們呢 他們告訴你 為什麼他們已經會這樣子 通常都不會讓你生氣 只會讓你心碎 那心碎之後 我們以一個專業的人員 我們是能夠怎麼協助他 我覺得這才是後面要去做的事 那我知道就是保護師今天 也來做了很多的工作 就在說我們要不漏接不漏接 可是我發現這些年下 我發現漏接真的是一個常態 但是要怎麼樣減少不漏接 要怎麼樣幫助他們 這才是我們可以預計思考的 所以我最後的結論在說 我覺得要強化兒童保護的一個 實務工作也好 那還是要透過嚴謹的研究 然後累積出來的知識 跟我們彼此的一個相互合作 那我的報告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